最近中国、伊朗、俄罗斯三国宣布将会在印度洋举行三国联合军演 此前美国人刚刚对伊朗进行了一次战争威胁 表示不排除对伊朗开战的可能性 这件事情对美国的政治冲击是非常大的 因为早在1997年的时候 美国地缘战略学家布洛金斯基就设想了一种对美国来说最为糟糕的战略情况 当时他写了一本叫做《大清局》的书 在书中他预言到了欧洲一体化、伊朗问题 中国崛起、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复兴等事情 在书中他说到这些事情对美国其实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唯一有可能颠覆美国的就是在未来中国、伊朗、俄罗斯 形成中俄一大三角对抗美国的战略霸权 而这个可能性概率极低几乎不可能发生 只要美国可以在亚欧大陆西部、东部、南部、边缘巧妙的施展战略手段 就可以完全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可能布洛金斯基先生做梦都想不到 26年后在美国政府的各种骚操作之下 成功的让中国和伊朗签署了25年的全面战略合作计划 让中国和俄罗斯形成了上不封顶的战略合作 让伊朗和俄罗斯签订了20年的战略合作协议 他预言的那个最不可能发生的 对美国来说也是最危险的 中俄一战略大三角竟然从构想变成了现实 事实上中俄一战略大三角这件事本身是没有可行性的 因为这三个国家之间都是有着不可调和的战略冲突的 先除了中国和俄罗斯 那作为欧亚大陆的路权大国本身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 再加上两国之间存在历史上的领土纠纷 很难形成同盟对抗美国 不捅刀子就已经是最大的帮助了 至于伊朗 伊朗在1979年之前是美国的盟友 哪怕是被美国封锁了几十年 国内也有不少的亲美派 霍美尼革命后 伊朗的政府在经济上也是严重依赖美国 搞核武器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独立自主 只是为了让美国松松这个脖子上的缰绳 只要美国方面以解除伊朗封锁为诱饵 伊朗就会第一时间倒向美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战略大优势 愣是让美国人给玩成了战略劣势 他们竟然一手把战略大三角给推动做成了 在欧洲方面 俄罗斯在1991年之后是想偷奔美国 甚至普京一度开放中亚地区给美国驻军 但是美国人只想压榨之井俄罗斯 最终通过一场俄乌战争 打碎了俄罗斯国内亲美派的幻想 亚洲方面 美国提出重返东亚在军事上和经济上 不断给中国施加压力 最近更是鼓动欧洲否认一个中国 从根子上否定了中国政权的合法性 逼迫中国不得不选择和美国对抗到底这么唯一条道路 最后是伊朗 一开始美国确实是用解除封锁作为诱饵 诱惑伊朗加入美国阵营的 结果谁想到中间出了一个特朗普 直接加大了对伊朗的封锁力度 并且对伊朗的核物理学家军政高层人员进行暗杀 以色列人更是利用犹太在美国的影响力 鼓动他们支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制造的针对阿拉伯裔和伊斯兰教徒的大屠杀 什么压力都比方种族存续的压力呀 不得已 伊朗也只能完全倒向中俄了 现在美国准备全力掰掉中俄一战略三角中伊朗这一角 只不过形成了战略合作的中俄不可能做是美国人如此行动 于是双双派遣海军前往红海以军演名义保护伊朗 现在美国人打俄罗斯则中伊发力 打伊朗则中俄发力 打中国则俄一发力 不知道不知道金斯基老先生如果能活着看到今天这一幕 到底会做何感想